第2210集 这是出过大地的星辰 唯有如此才会有这种强大的波动 相传 但凡出过大地的星辰都很难毁掉 因为有他们留下的本源道痕 亦有他们成道的法则守护 夜童当即眼睛就红了 泪水忍不住的滚落 无声的哭泣 他的父母 还有小姐姐 以及太多的亲人都死去了 一切都是源自金屋族的血洗 没有不朽的传承 也没有长生的地语皇 虽为太阳圣皇的后人 但是发生了太多的事 该族早已没落 法阵摸灭 地气不在 先经遗失 走向了衰败的终点 父亲 母亲 为我挡箭的小姐姐 我回来了 夜童再也忍不住 放声大哭 泪水沉串地滚落 在夜凡 燕依稀 立天地劝说下 他好久后才平静下来 一行人向前飞去 临近这处生命谷地 神娃眨眨眨眨着大眼 感觉有点熟悉 跟我的出生地有些相通处 终于近了 临到这颗大星的上空 下方的苍茫大地 以及壮阔的海洋 已经可以在域外俯视到了 法则光滑闪烁 一片朦胧 终于回来了 神娃道的两位中兴祖师 就此重返故地 美女们颤抖吧 迎接最伟大的君王驾临 立天是高声呼吓 神色振奋 燕依稀也露出激动之色 一走就是一百数十载 在他所经历的岁月中 倒是有绝大部分时间 留在了北斗 重返故乡 心中怎能平静呢 时间太久远 连叶凡都快遗忘了 身边的立天 燕依稀 都是紫微星域的人 并非生在北斗 这是他们的诞生地 近乡情窃啊 立天说道 凯探离去多年 今朝归来 心情喜悦 但也有一些怅然 可是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破坏了这种气氛 他自语道 不知道我当年的美女 是否都嫁人了 内心忐忑呀 估计没人会想你 我们离开前 对于女子来说 你可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燕依稀笑道 他们急速下降 下方是一片浩瀚无垠 而又壮丽无边的山河 大地苍茫 广袤无边 巍峨大山 耸入云霄 滔滔大河 一跃几十万里 更有许多仙徒 灵起重霄 子物蒸腾 这是一片瑰丽的世界 壮阔 而又不失秀丽 磅礴 而不失仙气 震害人心 我利天大地回来了 人遇到的传承不灭 将在这一世 焕发盛财 当落在地面 灵气汹涌 如水如潮 尤其是这片地方 更是特别 叶凡觉得有些熟悉 发现很凑巧 竟然是玄都洞 八井公所在地 要是这个地方 他忍不住轻语 当年降临而下 就是因为落在这处山门外 被逼而与尹天德一脉 劫远 太清圣境八井公 这可是一个好地方 连燕一熙 这个雅致的人遇到传人 眼睛都亮了起来 信天德跑到星空古路上去了 跟他是没机会交手了 不知道是否留下什么东西 丽天也摩拳擦掌 可惜他们失望了 人去楼空 连所谓的八井公 被连根拔走了都 什么都没有剩下 尹天德 一个在当年就拥有神进的家伙 刚斩道就敢从大成王者手中 夺神灵古经 将来绝对是一个不示大敌 师父 我心有感伤 情绪波动剧烈 现在要度圣人王节了 叶童说道 大喜大悲 心绪激烈冲当 让叶童难以压制这种波动 他忍不住要度自己的圣王节 叶凡点头很睡欣慰 顺其自然不要压制 我为你护发 哄的一声 叶童渡劫 引来各种异象 天崩地裂 雷海茫茫 叶凡赶紧出手 布下无始大地的七天阵文 护住附近的大地 不然真怕被他给击沉 毁于雷亭中 一切都很顺利 历时虽然很久 但是叶童从电闪雷鸣中走了出来 化成了一尊至强的圣人王 闪电一道道 缭绕在身上 与此同时 那太阳星中射出一道赤圣的光 与他交融在了一起 洗礼其肉身 滋养其元神 这等异象 一道接着一道的出现 惊动了紫微星宇 许多强者出动 向这片地狱冲来 可惜 等他们赶到时 叶凡等撤去法阵 早已离去 山川茫茫 地域浩瀚 这颗星辰分为 卢州 神州 鹤州等几块大陆 中间有茫茫大洋间隔 这样广阔的疆域 想要寻找一个人 可以说 茫茫如大海捞针 谈何容易呢 困难很大 师父 我想去祭拜我娘他们 先离开一会儿 叶童颤声说道 金屋一族杀他满门 他们家族那里 儿今早已是寸草不生 生机绝武了 有的只是枯骨 他想去住坟 叶凡一声叹息 去吧 若真是有强敌出现 千万不要硬撑 速来寻为师 叶童点头 表示知道 撒泪离去 我娘是谁呀 神娃嘀咕 揉了揉亮晶晶的 大眼一阵出神 使劲想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怪物 才能生出 你这般的祸胎 历天逗弄他 你现在欺负我 当心将来 我镇压你一万年 小胖子嘴上 向来是不服输的 那好吧 趁着你还小 多打几下屁股 留给未来的大人物 一个美好的回忆 历天啪啪的 罩着他小屁股 一顿乱拍 倒是没有用力 谁在打我屁股 我都给他 系小本本上 小胖子 哇哇大叫 气急败坏 还真是怕将来 有一天 君临天下时 被人提起 这等糗事 叶凡轻叹 这可怎么办呢 如何去寻找 最终没有办法 他直接画出了 小楠楠的容貌 准备高额悬赏 发动一切力量 寻找线索 而且是最顶级的 大势力 让他们相助 然而事情的结果 出乎他们的预料 在一座 宏伟的巨城内 他刚取出 第一份话卷 才一开口 就有人认出了 而且还是 如此的理所当然 你认识 叶凡带着 狐疑之色 当然 一个看起来 很粗犷的大叔 说道 自身修为 旨在道宫秘境 相对于圣人来说 实在是太低微了 让人怀疑 他所说的是真假 你确信 燕一熙补充问道 天下谁人不知啊 大胡子鄙视他们 一副看乡巴佬的样子 历天当时就郁闷了 一锦还乡 没有等到朱雄朝摆 却被一个境界 低到惨不忍睹的 大胡子 傲然俯视 大胡子一副教训 小辈的样子 对历天说道 小兔崽子 刚闯进修炼界吧 怎么 连这些都不知 历天更加郁闷了 直接想吐血 老子在十八年前 就成为圣人王了 屁 你要是圣人王 我是圣人王 他祖宗 准地 大胡子一脸不屑的神色 我 这历天张口结舌 被噎得说不上话来 还真不好对这个烦人动手 也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漏圣威 真是闹心呢 被叶凡用障眼法隐藏起来的神娃 恨不得锤地 咧嘴笑个不停 气得历天又揍了他小屁股一顿 一邪门了 你给我说说 为何全天下人都知道 叶凡也露出压色 其实无论是他 还有历天 心里都早已震动 觉得发生了一些事情 大胡子所说多半不是假的 天将神鹰谁人不知 哪个不晓 这一百多年来 但凡修是莫不看过其画像 大胡子数落历天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浮躁 越来越差劲了 不懂得尊师重道 见到我这样的前辈都不理尽 谢谢 道公敬届的前辈高人 我谢谢你上下三代 历天黑着脸说道 被当成矛头小子了 他实在受不了这个大胡子 抓住旁边另一名修是认真请教 询问小楠楠的来历 然而大胡子却非常热情 在旁不时插嘴 告知神鹰的种种不凡 他的泪水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堪比不死药 他落下的一根发丝 被人得到后 拿去研磨成细粉 吞噬后 直接治疗好了大豆伤 紫薇神朝黄雀在哪 叶凡不想听小楠楠的神异处 只想尽快见到他 对头 不要说其他的 我们要去紫薇神朝 李天大声说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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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